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专门聊过美国的这个情报外包商的运作体系 其实像军事外包商或者说军事承包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甚至有的观点是认为今天全世界的这些军事行动当中 参与的人员有超过一半以上是外包商提供的 所以今天还是邀请我们的老朋友沙青青还有刘怡来聊一聊 当今世界的这个雇佣兵或者说私人军事承包商英文缩写是PMC 聊聊这个议题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呼左呼右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怡 大家好我是安琪 这次普利哥任何他的这个瓦格纳部队算是声名大噪 虽然实际参与这次滑变行为的瓦格纳士兵 他的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 但是作为一个军事组织 瓦格纳他截止到今年六月 总人数应该是超过五万名武装人员 而且从之前的这个战斗表现上来说 相比起正规俄军 瓦格纳一直也被认为是并不逊色 这也是这个事件之所以让外人侧目的一个原因之一 先来说说你们两位的一个观感 反正我是从24号凌晨 当时从那个俄国的朋友那里知道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 我就觉得特别离谱啊 就整个事情太像一个发生在非洲国家 或者拉美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但是就是发生在今天的俄罗斯 对吧 所以你们两位对这个消息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的感觉就是说突然 但并不是很意外 我觉得这样一个集团吧 它本质上面可能就是一种完全是一个怪胎式的这样一个产物吧 然后对于那个普利格任或者是翻译普利格金吧 他本人的话他更多还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这样一种 政治分析当中产生的一个政治怪胎 在面临一个他自己生死抉择 或者他觉得自己身家性命受威胁的情况下 就悍然博一下 然后发动一次赌博式的这样一次冒险行为 我觉得也不是很意外吧 另外一点的话 其实瓦格纳这样一个佣兵团体吧 其实这些年的话 他以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确实是担任了一个马前卒的这样一个角色 但是另外一点的话 大家也不要觉得 他这个集团本身 他跟很多现在俄罗斯的一些统治集团内部 他是完全是天无分 或者是完全是一个无分行进的状况 而且任何一个有一个自己强力武装 或者他有自己一个强大势力的这样一个集团 在目前俄罗斯这样一个政治环境 他自己会酝酿出他自己的一些主观的能动性的 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也是会不受你一个原来的 把他释放出来的这样一个集团控制的 这个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意外吧 但很突然 突然但不意外 刘一 就首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迹可循的 其实是从2022年开始 就是尤其是俄乌战争 就是经过开战初期的俄罗斯的那个速胜的计划被打破之后 我觉得就是只要关注俄乌战事 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 瓦格纳集团从过去一个邮报枇杷半遮灭 就是俄罗斯政府不太愿意去承认他跟俄罗斯的这种最高当局政治机器军事机器有关系的那样一种状态就突然变得完全公开化了 就我记得就在2022年之前俄罗斯政府实际上就不愿意承认就 就瓦格纳无论是他的这种后勤保障系统 他的招募系统 他的财政来源跟俄罗斯政府有什么关系 包括就是理论上瓦格纳一直是一个影子公司影子实体 就他没有公开化 但是就随着俄乌战争 经历过战争的最初阶段开始进入僵局 瓦格纳的存在感就变得越来越强 不光是普利格任这个人就开始在公开场合露面 包括去年被授予俄罗斯英雄的这样一个称号 就是瓦格纳的不管是他的部队的规模 还是说他在俄罗斯民间的这种存在感 实际上都在变得越来越强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就瓦格纳集团就是从他开始有这么一个组织的雏形 差不多是2014年 实际上是从顿巴斯战争开始的 就到今天将近十年嘛 但是在他的前五到六年的这样一个时间 就瓦格纳集团下属的武装部队的人数 应该是不超过一万人的 但是现在呢 2022年就过去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 现在就有五万大军 也就是说一年时间内膨胀了三倍以上 包括处理个人可以公开的出现在新闻媒体面前 去监狱里边招募这些死囚犯 作为瓦格纳一线的这种炮灰 包括他就不避讳在俄罗斯的 无论是这些电视媒体还是网络媒体上出现 这个其实是已经是一个很反常的这种现象 已经证明了说就俄乌战争给了他一个舞台 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不必要也不再去充当过去那种 隐身在一个灰色地带 不愿意承认说我跟俄罗斯政府有联系 不愿承认我的无论是财政来源还是后勤保障 是从俄罗斯政府那获得资源的 变得越来越公开化越来越走上前台 甚至于他要去跟俄罗斯的正规军抢占出境率 抢占发言权 这个其实就是马克思在那个路易波纳巴的5月18日里面说的嘛 就是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 是会思想的刺刀 现在瓦格纳集团的这种过去一年多里的发展倾向 就是从刺刀变成了会思想的刺刀 不光是会思想的刺刀 是会说话的刺刀 普利哥人可以公开叫出来 指责说哎呀 少依谷是奸臣 这个事情是在他发动兵变之前 已经若干次在说少依谷是奸臣 要清理到这些人 俄罗斯军队 俄罗斯政府高层里面有坏人 就是他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这个话 包括就是照理说 像他这样一个在俄罗斯政府里面 没有一官半职 就没有合法性的 这么一个人和他的武装团体 可以对俄罗斯的正规军 对俄罗斯的这种政治和军队的高层人士变化 发表看法 包括他是公开把自己放在俄罗斯正规军 及其领导人 少依谷这些人的一个对立面 去对俄罗斯的媒体 对俄罗斯的民众去宣扬说 俄乌战争承担了最多战斗义务的人 是我跟我的这个马克纳集团 但是有人要对我们背后一刀 这个就是俄罗斯军队 还有他的领导人 像少依谷的这样一些人 这个其实是一个 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趋势 他在竞争话语权 甚至在竞争合法性 等到最后发生了这个事件 很有意思 我的第一反应是 这是又一个克尔尼洛夫兵变 就当初克尔尼洛夫在1917年的秋天 突然要回师彼得格勒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7月份克伦斯基攻势失败 临时政府的威望跌到谷底 这个时候克尔尼洛夫作为前线总司令 突然宣布说我要清除政府里面的叛国者 我是真正爱国的 我要回师彼得格勒 去清理到克伦斯基这帮人 然后就干了那么一票 但是他也很快的失败了 但是这次失败却也使克伦斯基政府 因为军事失败而跌至谷底的这种威望 进一步破碎 直到最后又发生了十月革命 所以就是在战败的阴影之下 发生了前线的某个将领 要从中央政府手里夺取政权的这样一种情况 在俄罗斯历史上 甚至在世界历史上都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而发生这个世界的前奏 又伴随着瓦格纳的兵源数量和影响力的急剧上升 所以说发生这个事情倒是也一点不奇怪 当然他随后的那个24小时内的整个的发展 还是非常富有戏剧性 你刚其实就提到瓦格纳作为一个雇佣军组织 或者是私人军事承包商 他是从2014年顿巴斯战争的时候 其实是作为这样的东乌克兰的这些 亲俄派武装的一个辅助性的力量出现的 那会儿的话可能他的整个的一个人数 也不是特别多 最开始我记得应该报道当中 只有一千多个成员 当然这些人大部分当时是一些俄军的这些退伍士兵 那在之后这些克里米亚被并入俄罗斯之后 在新闻上可以看到 瓦格纳当时的一些足迹就开始进入到中东 对吧 后来也发生过15年 当时瓦格纳的一些成员在叙利亚 被反政府装打死 这个是当时直接证据证明了 他们参与了叙利亚内战 俄罗斯作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一个盟友 这样的一个身份 而且那段时间 其实整个的瓦格纳的成员就已经到了大几千人 我印象中应该有超过五千个成员 再到后面 他们开始把触角散布到了像非洲 像拉美这样的一些地区 那么到俄乌战争以来 二二年之后膨胀到现在的五万人的规模 就像刚刚刘一说到的 可能在一个不到一年左右的一个时间里面 人数膨胀了三倍 而且又是借助这样的一个战争的舞台 把自己等于是从一个刺刀 变成了一个能说话的会思想的一个刺刀 所以我觉得像瓦格纳这样的一个军事组织 作为一个雇佣军组织 它在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内部 它的位置是非常有意思的 两位能不能来讲一讲 你们对瓦格纳的一个看法 顺便介绍一下 瓦格纳这个组织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在你们的眼里 因为像沙老师 你之前也写过很多篇 关于瓦格纳的这样的一些文章 对吧 你对于瓦格纳的关注 也是有非常多年的长期的一个观察了 就是我前面也补充一下 两位提到的 就是瓦格纳它的一个成长过程 因为都知道前面 它是2014年左右开始就形成这样一个集团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 就跟前面刘仪提到的那样 就是说它跟俄罗斯政府之间的关系 一直是处于一个非常灰色的状态 而且俄罗斯政府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它也是驱使瓦格纳去做一些 它认为它公开身份做可能不太好的 这样一种一些行为 就比如说在乌东战场 包括在叙利亚 因为这样种状态的话 其实双方的这种战争模式 或者这种战争这种规模 对于当时的俄罗斯来说 它如果政革军直接介入的话 可能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战争 或者战时的升级 或引发一些国际上的 不必要的一些关注 然后通过像扶持 像瓦格纳这样的一种武装力量 然后投入这样的战争本身 它能够维系一个乌东的 这样一种胶着的这种状态 然后能够造成一些事实上的一种分离 或者是分割的这样一种政治格局 当时不仅是瓦格纳集团 跟俄罗斯政府之间的关系 是若隐若先 而且是相对来说 还是有一定忌讳的 包括像普利格任 就是他本人 他真正站到台前 其实也就是从21年以后 才是静静地站到了台前 很长一段时间 瓦格纳集团 他的头面人物是乌特金 德米特里乌特金 很长一段时间 很多人会认为 瓦格纳的一把手是乌特金 他是正儿八经的 俄军的一个 应该是个中校吧 还是少校 他是个中校 后来就退役了嘛 退役了之后 他等于是带着一帮人马 在2014年到2016年 这样的时间段 在乌冬的话 就等于是在一线作战的嘛 所以说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会认为 那个瓦格纳集团的首脑 或者是他的一把手 是那个乌特金 然后后来大家才发现 哦 原来你后面 还站这个普利格任 但普利格任 他真正公开地站到台前 实际上是2021年以后的事情了 这个时候的乌特金 实际上已经在 俄罗斯自己家里 就是养老的状态了 尤其是在那个 这次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他还会做一些 见证的工作 就是在那个网站上面啊 或者在俄国的 这些电视节目啊 广播节目里面 就是喷一喷 说你们打得不行的 当年我老子在那个 乌冬的时候 打得怎么好 所以说这是一个实际的状态 而且普利格任 他在21年以后 尤其是22年战争的 升级过程当中啊 逐渐站到了前台 而且实际上面 他也把这样一种战争啊 变成了他自己的 一个表演的舞台 尤其是战争进入了 一个比较胶着和僵尺阶段之后呢 你会发现就是说 他经常会通过 自己的一些社交媒体啊 发表各种各样的议论 一方面是讲他前线的 这种战局攻势 另一方面的话就是 要提出各种各样 要钱要资源 然后同时的话 是批判俄罗斯的国防部啊 对他怎么如何打压 这一点的话 就跟前面刘宇讲的一样 就出现了一种竞争的这种态势 而且这种竞争的态势的话 实际上你某种程度上 你会发现 他逐渐倒向了一个 现在看到的一个 所谓一日兵变的这样一种结局 因为从222年的年底开始 普利格任就在各种场合 公开批评过 俄罗斯的正规军和国防部 无论是在戴尔的科扣方面啊 还是在就是人员的这种 调拨这种打压方面啊 各种各样的指责非常非常多 而且另外一点的话 现在我们回头看啊 早在就是23年的年初的时候 实际上面 从各种渠道流传出来一些消息 当时的消息是说 瓦格纳集团 似乎跟乌克兰政府之间 暗通管取 或者是达成了一种默契 就是双方在某些阵线对峙的时候呢 就是没有用尽全力啊 就会有点就是说是 单打双打的这种感觉啊 就是跟我们炮打经文啊 我们讲好了 这时候炮轰一轰啊 你把人来撤开 甚至当时有传闻是说 瓦格纳集团可能会把一些 俄军的情报 透露给乌克兰方面 这个新闻现在回头去查的话 是能够查到的 当时的话会有很多辟谣 或者说啊 这是乌克兰方面的认知作战 这是乌克兰方面 就是说是造的谣啊 需要离间 就是说是俄军啊 就是内部的这种关系 但你事后来看的话 某些程度来说 你觉得不无可能啊 说不定也是可能的 我之时候要举这个例子呢 是想印证我前面的观点 就是瓦格纳集团 他虽然他的起因 绝对是俄罗斯方面 统治集团吧 他希望能够借助 这样一种势力啊 当他的马仔 去做一些脏活累活 能够交给你来做 但是啊 这样一个组织本身啊 他自己会成长的 而且他自己的成长过程啊 某种程度来说 是不受控制的 他是会为了 他自己本身的利益啊 和他的生存啊 去做一些 可能是不计后果的一些行为 这一次的兵变 只不过是一次 总的一个爆发 对普里格任 或者是他的这样一个集团 或者他这样一股势力来说 是这样子 而且实际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包括最近这几年吧 两三年吧 就是瓦格纳集团 他在非洲地区的一些扩张 某种程度来说 他是打着 就是说是俄罗斯政府 他要施加 或者是增强自己 在非洲地区的影响力的 这样一种旗号 或者是这样一种民意 但是实际上面 你会发现 在非洲地区的瓦格纳集团 他已经逐步演变成了一种 类似于地方军阀的势力 他自己有自己的金矿 尤其在比如在中非共和国嘛 前政部也是 传出过中国的这种 中资企业 受到了这种打击 有员被屠杀的 就员工被屠杀的 这样一种情况嘛 当时就说 瓦格纳的身影啊 就若隐若现 但实际上面 在中非当地的话 瓦格纳集团就已经成了 一种割据势力了 就是中非的政府 他们有钱去供养 瓦格纳的这种工资嘛 那我就把一个金矿力量 包给你 然后你自己去开矿嘛 去采矿吧 然后相关的利益也归你 然后你帮我就是做一些 看家护院的事情 但是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在非洲很多地方的 瓦格纳集团 他已经变成了一种 军阀割据势力了 他自己像一种 Wall out的 或者土财主的 这样一种状态 而且实际上面 他的这种行为本身 到底多少是 出于俄罗斯国家 或者统治集团 他的一些 政治上的一些目的 还是更多是为了 攫取他自己的一些 私人的利益 或者是他一个集团利益 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不太好说了 我就是想强调一点 就是说 他这个集团本身 他的起因 他是为俄罗斯当局 去做一些相关 脏活累活 尤其是在一些 相关的一些战场 但是通过这些年 的发展本身 他已经开始 变得不受控制了 他已经产生 他自己的独立的思想 他已经成为了一个 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辞刀了 这个时候 危险就到了 另外一个层级了 刘一 你是不是接触过瓦格纳 算是打过一个照面吧 就是在2019年 1月份的时候 在叙利亚北部城市 阿勒坡 阿勒坡有一个 很著名的城堡 是十字军时代的 也是一个观光景点 然后这个城堡 在阿勒坡围城站 期间遭到过破坏 但是后来修复了一部分 就我在那个城堡顶上 转右的时候 碰到了几个 俄国士兵身穿 俄制的冬季军服 但是衣服上没有任何的 绣标徽章和身份标识 但是就是我站在那个城堡的顶上 往某个方向拍照的时候 这两个人就跑过来 检查我的手机 不容置疑的要求 我把拍的那个照片删掉 因为当时在那个城堡顶上 一共也没几个人嘛 我也就只能删掉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他们在说俄语 但是就说 我也不能确定 这帮人 就到底是俄罗斯的正规军 或者他们派出的观察员 还是说是俄罗斯的 像瓦格纳这样的私人武装 所以就是离开阿勒坡之后 我就请教了一位 前中国驻叙利亚的武官 横爱峰大校 我就问他说 凭您的经验 推断 就是这些人 到底是俄罗斯的正规军 还是说他们派到叙利亚去的顾问 还是说可能是这个瓦格纳雇佣兵 然后横爱峰大校说 感觉就是雇佣兵 为什么呢 就说假使这些人是俄罗斯的正规军 或者说是俄罗斯派到阿勒坡去 观察战况的观察员之类的 这种角色 其实对他们来说 明示自己的身份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因为当时叙利亚政府军 虽然收复了阿勒坡 但是其实在郊外 就有不同背景的反政府武装 就还在那活动 阿勒坡当时还不是一个 绝对安全的这种状态 那么假如他是一个正规军的军人 或者说是俄罗斯官方派出的这种代表 其实就是明示自己的身份 更有利于保护自己 在一个动荡地区的安全 但是就是这些人不愿意 明示自己的身份 甚至也不愿意露出自己的 无论是绣标还是别的辨别标识 就这些 这就说明一定程度上 他们要让自己的身份模糊化 所以就是恒爱峰大夏就推断说 这些人可能就是有俄罗斯背景的 这个雇佣兵 而当时就是沙老师刚刚提到的 这种外国背景的雇佣兵 在一些冲突地区 非常活跃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就是 这是2010年代的战争和冲突当中 就过去十几年 实际上在回潮的一种现象 类似的这种现象 比较常见的 其实是在1990年代的 南斯拉夫内战当中 因为当时就是 无论是在波黑 还是在克罗地亚境内 实际上就是除了 当时以南联盟身份出现的 塞尔维亚以及波黑赛族武装之外 就是在克罗地亚 以及波黑的这个克族和穆族这边 几股势力的身边 都有国际背景的这种 雇佣兵和民兵组织去参战 就包括就是著名的 站在波黑赛族武装一边 作战的白鹰派民兵嘛 他们的这个头目就是老虎阿尔坎嘛 当时塞尔维亚著名的黑社会头目 后来还当上国会议员 最后被暗杀了 就这样一种情况 实际上在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内战 和车臣战争当中 就是已经有了像一种趋势 而且他们跟我们在2010年代 看到的很多战争和冲突 包括像叙利亚内战 包括像俄乌之间的战争 包括在非洲一些地区 就是苏丹和南苏丹之间的 这样一些地区爆发的战争 其实类型也很接近 都有民族主义色彩 都涉及历史上的一些领土纠葛问题 而且包括围绕着这些民族和领土问题 实际上是在全世界范围内 形成了一个战队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 这种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的 而且是国际化的民兵组织 在叙利亚战场上 实际上就不光是有瓦格纳集团 包括像在叙利亚政府军同一边参战的 就还有叙利亚的执政党 阿拉伯社会复兴党 以及他的附庸党派 叙利亚社会民族党 就都有组建了自己的民兵组织去参战 乃至巴勒斯坦的一些 支持叙利亚的武装团体和党派 也有民兵在叙利亚参战 帮助巴刹尔阿萨德政权 还有伊朗革命卫队 而且伊朗革命卫队 不光是派出了自己的部队 就我记得我之前在叙利亚那集节目里面聊到 就我在阿拉伯采访的时候 曾经被当地人问 你是不是阿富汗人 为什么他们会提这个问题 因为说明当地人见过阿富汗人 那叙利亚的阿富汗人哪来的 其实就是从阿富汗逃亡到伊朗境内去的 信奉什叶派的哈扎拉人难民 被伊朗革命卫队加以训练之后 投入到叙利亚战场 去充当巴刹尔阿萨德政权的盟军 包括叙利亚战场上曾经出现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 一部分也是受到伊朗的资助和武装 有这种背景 然后就类似的这种武装团体 包括在苏丹著名的金戈威德民兵嘛 就是实际上是在苏丹和南苏丹的这种冲突当中 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类似这样的这种团体 在过去十几年 全球一些涉及民族和领土的历史遗留问题 同时还带有国际性色彩这种冲突当中 实际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 甚至于就是我们反过来想 就瓦格纳集团这个名字就很中二的 是的非常中二 就是会给一个武装团体起这种名字 起这种非常带有不正规性 跟我们传统理解的那种就一本正经的 包括你说黑水这种公司 它起码起一个就是听上去比较中性 比较正经的这种词吧 就是说你这么大的一刻 在世界范围内 在全球大量的地区有武装人员的部署 参加军事行动有一定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团体 你起一个名字叫瓦格纳 就好像就是你用动漫人物来起个名 差不多的这种意思嘛 这本身就是说明像瓦格纳这样的一些非正规的 但是他以某一个正规的政权或者势力作为靠山 能够获得稳定的资助 包括能招募到兵源的这样一个组织 在过去十几年的全球地区冲突和战争 乃至政治冲突当中 作用已经变得越来越显著了 而且有一点可以补充一下 因为也就是最近这几天的新闻嘛 因为普京在第二次全国讲话 就讲述这样一个兵变事变的前后的时候 当时他也是公开的就是宣称嘛 说瓦格纳集团他根本不是所谓的私人军事武装的 然后从他创始之初 我们就给钱给粮给人的 然后俄罗斯官方给了他多少的资源 去让他做这样一个事情 说他根本不是什么私人的军事武装 这个说法当然是要撇清跟普里格认 他当时他的角色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也是变相的在说嘛 就是证明这个话嘛 就是之前的话我们是半遮半野 现在的话就巴不得承认的 他就是我的亲儿子 怎么着吧 这个好像也是留意你的一个 之前沟通过的一个看法 就瓦格纳之于俄罗斯政权来说 他其实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防承包商 就是在我们去看待像黑水公司和美国政府的那种关系上 其实是不是用于瓦格纳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关联的 就是你会觉得 他是一个介于哥萨克和沙皇的私兵之间的这么一个组织 他有非常强的私人化的色彩 而且你会看到瓦格纳作为一个军事组织的这种私人化色彩 跟俄罗斯这个国家机器在过去大约20年时间里的整个的这种私人化的发展趋势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说现在的冲突就变成了这个原本类似于像私兵式的这样一种 拥兵集团吧 产生了他自己的一些独立的意志或者他自己的一些利益 他的这些自己的利益本身呢 某种程度上说跟这个统治集团之间或者是某个个人之间产生这种矛盾 这种本身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最根本的一个悖论吧 或者是我们现在能目睹的这样一个闹巨式的兵变的 这样一个前后的激励性的这样一个原因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些东西吗 就是说是他一个私兵组织就比哥萨克啊 他们自己有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了 他们形成了他们自己的集团了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了 哎我们要考虑考虑我们自己的将来会怎么样 或者是他在这样一个国家政权当中 他到底是处于什么样一种地位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矛盾就开始爆发了 嗯刚两位其实都提到哥萨克啊 就是典型的沙皇时代的社会组织 就是你是觉得就像瓦格纳这样的一个雇佣兵 他虽然好像很像那种所谓的就是PMC对吧 这种军事承包商 但其实他跟我们今天世界里面 那些真正更主流的这些军事承包商的 整个的形式和运作逻辑是非常不一样的 而且我们在看所有关于瓦格纳讨论当中的话 就是为什么到今天在两次14年和22年的 这两场武装冲突和战争当中 瓦格纳的势力会变得越来越大 同时像俄罗斯的高层对瓦格纳的依赖程度 越来越深 这个过程好像他有一个俄国自己内部的军事角度 军队角度的一个背景 就是他这个08年的军改 或者是那个叫谢尔九科夫军改 就这块留意你能够来谈一谈吗 就是瓦格纳他这种组织 他背后的这种国家主义的背景 在提到这个谢尔九科夫的军改之前 还要讲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背景 就是在过去的20年左右的时间里 俄罗斯的整个的国家机器和政权系统 也经历了一个重新洗牌 变得日益私人化的这种过程 先交代一下这个背景 这点很重要 因为实际上就苏联解体之后 是通过经济上的私有化 因为今年是2023年 实际上在1993年 距今30年前就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叶利钦作为俄联邦的总统 跟当时的这个俄联邦最高苏维埃 就是俄罗斯的议会 因为争夺国家权力就发生了冲突 最后发生了叶利钦出动武装力量 去包围议会所在地白宫 武力解决的这样一个事件 称之为炮打白宫 对炮打白宫 或者说是93年的十月危机 在这个事情当中 实际上就是双方争夺的一个焦点 就是俄罗斯军队的效忠权 最后是叶利钦就以总统命令的这种方式 解决了出动军队的合法性问题 但是与此同时 他还是用现金给进攻白宫的这个军队 实际上是付了赏金 这个事情其实已经折射出 当时总统所代表的最高权力 在俄联邦是一个多么尴尬的这种位置 就是哪怕我在法律上能找到一个正当性说 我可以派出军队去进攻议会 但是我不付钱 实际上是没有人会干的 而这件事情的就是93年的这次炮打白宫 虽然解决了一个最迫在眉睫的合法性问题 但是到了96年96年大选的时候 实际上又出现了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九加诺夫代表的俄共可能执政 最后等于说是在叶利钦的身体和精神状况 已经不适合执政的情况下 是俄罗斯的这些古兴司机 别列佐夫司机 著名的七寡头 动员了他们自己的财政力量 宣传机器去运营叶利钦的这种选举 最后是帮助叶利钦打赢了这场选战 但是反过来说 叶利钦在打赢这场选战之后 因为他完全不是靠自己的这种动员能力 和自己的组织资源去打赢这场选战 导致叶利钦在1996年到99年最后一天 他主动宣布辞职的这样三年多的时间里 叶利钦的这种 无论是政治权力 政治地位和合法性 降到了谷底 而普京是要逆转这种趋势 所以就是普京在上台之后 逐步分化和解除 七寡头所拥有的社会资源 包括他们的威望 在2010年代把他们一一打倒 然后扶植了一批自己所信任的 这个所谓新寡头 这其中就有普利哥任 只是普利哥任说 在这些新寡头当中 他在前十几年不是一个头面人物 但是他同样是在普京时代 开始真正崛起的新寡头的一员 但是普京就同样也面临一个合法性问题 实际上在1996年这次大选之后 确立了一个基本模式 就是俄罗斯也是还是要搞选举的 还是利用选举周期来进行政治动员和政治重组 所以就说普京实际上就是也面临一个跟中亚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非常类似的这种问题 权力的代际更替怎么进行 这件事情是个死结 就一方面在1996年之后 实际上俄罗斯以选举作为政治上的重新动员和生成合法性的这样一种机制 基本上已经稳定下来了 包括普京在清洗了七寡头之后 扶植起了一批新的寡头之后 把社会资源重新集中到了国家机器这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必须看到所有的这种重新洗牌 都是以个人为中心来进行的 普京是从哪来的 普京也不是某一个集团 或者说是某一个在俄罗斯有着根深蒂固势力的这样一批人 或者说普京他不像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他还是在苏共内部的几个集团 进行了一番竞争 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妥协之后 产生了这么一个候选人 然后又通过苏共中央全会来承认了他的这种合法性 但是普京的问题在于 普京在他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 他的合法性从何而来 实际上是就叶利钦出于某种机缘巧合 决定把合法性给予这普京 那实际上就说虽然他已经掌握了非常多的资源 但是因为他的合法性来源就有点不明 就是在俄罗斯的1996年之后 这套全新的围绕选举进行的政治规则里面 他还是要靠选 但是要靠选 实际上就是在普京时代建立了一个超级总统制 瓦解了所有下面的那些旧的寡头 把所有的这种权力重新集中到克里姆林宫之后 就面临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种选举机制 第一能不能无限期的连任下去 其次就是说 就你想无限期的连任下去 也OK 大家也支持 但是你手下的这些利益集团 包括就是这些官员 他们实际上也面临说 我手里掌握的这些 无论是官职 还是说经济利益 还是说我在某一个地区的特殊影响力 这种东西如何传承下去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普京是探索了无数的模式 包括他跟梅德维杰夫的二人换车 这种模式就是试图解决 第一就是说最高权力 能不能合法的正常的进行代际更替 第二就是代际更替完成之后 如何解决秋后算账问题 因为叶利欣不用怕这个 叶利欣是把一个弱势总统的这样一个地位 和弱势总统面临的这个战略困境 甩给了普京 就一定程度上就说 普京对于这个来路不明的合法性的来源 给予的这种愁赏 就是我不给你秋后算账 不追究你的政治责任 但是普京要传递下去的这个东西 跟叶利欣传下来的东西就不一样 普京要传递下去的东西 比叶利欣的复杂的多也沉重的多 他是把一个超级总统的权力 要传递给下一代 而且就说 在超级总统的这个年代 围绕着普京自己形成的这套权力关系 他还不太好继承 他要考虑身边这些 新寡头 新崛起的势力的利益 他还要担心说 我的接班人不要对我秋后算账 就纳扎尔巴耶夫的那个困境 就一定程度上已经折射了 普京的这个 当他变成一个超级总统 当他使整个国家的资源和争执机器 围绕他一个人展开了之后 他就没有办法退场了 实际上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明年俄罗斯又要总统大选了 第一就是普京迄今为止 对于会不会参选这个事情 没有明示 其次就是说 在过去20年围绕他形成的这种权力结构 包括在这个权力结构当中 就人们对于后普京时代 俄罗斯可能发生变化的这种怀疑 怎么去平息这种心理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普京最后是没有找到一个 能给他未来的方案 但是普京找到了一个历史方案 就是无论是从俄罗斯的国家目标 还是说整个政治机器的状态 乃至俄罗斯的这种空间理想方面 都开始复古化了 包括就是普京把自己的这种形象和地位 朝着沙皇的方向去塑造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说就出现一个哥萨克 这个就变得非常的不足为奇了 因为你要开始复古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在当代俄罗斯的国家机器里边 有很多他承载不了的属于历史的 无论是这种对于民族和空间意识的重新塑造 还是权力方面的各种细节 就是当你在整个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上去复古的时候 就是属于古代的 属于俄罗斯所谓历史传统的这样一些东西 像哥萨克这个东西就会复生 然后我们再才会谈到前面你讲的这个 谢尔九科夫的这个军改问题 就是谢尔九科夫军改的这种初衷 实际上是要使俄罗斯的常规武装力量更适应 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全球小规模局部战争 所以我觉得就是谢尔九科夫的这个军改 当然他也是不彻底的 不彻底的原因就是俄罗斯从1990年代开始到今天 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行动上 都不能放弃所谓的大国的体面和大国的形象 所以就导致在俄罗斯的军费和他的武装力量构成非常畸形 核力量占了过大的份额 就是你把今天俄罗斯的核武库削减80% 他依然足以完成在军事上自保 以及在某些重要的战略方向上进行核威慑的这种能力 但是他不干 就包括俄罗斯在1990年代 他的经济状况最糟糕的那些年 98年的那个阶段 包括苏联刚解体之后转轨的那个混乱期 俄罗斯都拒不放弃他的海基和力量 甚至于说在最差钱的时候 海军的大型水面舰艇 无论是建造和保养能力都丧失了的这种情况下 他还在研制新的潜射弹道导弹 以及他的搭载平台 这特别不正常的一个事 而希尔九科夫的这个军改实际上是 没有办法扭转这种局面 那我只能说我怎样使我的常规武力变得更轻盈 更省钱 还能适应1990年代之后 全球比较常见的这种小规模局部冲突 所以他就要在俄军搞施改旅吗 包括要建立快速反应部队 裁剪过剩的步兵容员 要模仿美军的这种模式 以屡为单位建立快速反应部队 包括要把俄罗斯的这个后勤包袱给丢掉 也是在希尔九科夫的这个军改期间 实际上普利哥任这个人就开始从一个过去经营 餐饮业的这么一个新寡头里边相对而言 不显山不漏水的这样一个人物 开始进一步崛起 承接了军改之后 俄国军队的这个餐饮供给的这么一个订单 开始跟俄罗斯的这个国防系统 跟他的军队产生关联 当然就说希尔九科夫的这个军改 最后也是以失败告终 不光是因为希尔九科夫本人因为经济方面的丑闻 提前下台了 换上了少议骨 而且就是说希尔九科夫的这个军改 在俄罗斯的常规武力 尤其是陆军的这些步兵当中 引起了非常大的这种抗议之声 包括希尔九科夫就军改的时候 要裁撤准位这一级的军衔 好省一点这种工资和人工的这种费用 俄罗斯军队的这种准位 实际上是相当于美军的军事长 他在一线部队 尤其是步兵单位当中 就是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承接作用 也是实战经验非常丰富的这样一批人 但是在希尔九科夫的军改当中 想把他们裁撤掉 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对和抗议 所以最后少议骨上台之后又给改回去了 就是希尔九科夫的这个军改 就一方面你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无奈之举 本身是俄罗斯在无法裁减 如此庞大的核武库的情况下 为了压缩军费 同时提高战斗力 使俄罗斯军队尤其是陆军 更适应现代化局部战争 而做出了一个改革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 这个改革实际上是没能进行下去 包括就是他对俄罗斯军队 就是通过单纯的压缩人力成本 希望来提升俄罗斯军队的快速反应能力 和战斗力的 这样一种改革方向 是不是对 也很值得怀疑 但是他造成了一个客观结果 就是第一 普利格任这个人 从此开始跟俄罗斯军队 至少是俄罗斯军队的这个后勤系统 产生了一些关联 其次就是 在谢尔九科夫的这种军改 中途折戟之后 要想把俄罗斯军队 就是尤其是他的数量众多 但是战斗力和组织结构 都不行的这些步兵 利用他们去执行 新型的海外任务实际上就变得更不可能了 那么在这样一种就情况之下 瓦格纳集团就作为一个受到政府资助 同时又不属于俄罗斯的正规军事机器的 这样一个力量 这种新型的戈萨克 他作为俄罗斯整个国家机器和政治系统 私人化进程的产物 同时又是俄罗斯军队军改失败的 这样一个补充品或者是弥补物 它的出现并且发挥作用 也就变得不足为奇了 就刚刘一系统的介绍了一下 瓦格纳会产生的历史背景 很多还是跟苏联接替以后 整个俄罗斯联邦 他自己面临的这些 无论是军费 财政上的困境 还是和他的一些 可能从军事战略角度的一些历史观景 路径依赖 包括当我们提到俄罗斯军费的时候 其实大头开支 还是用在这些核武器上面 带来的就是在谢尔九科夫军改过程当中 有大量的这些可能常规部队要遭到裁撤 那么这可能会形成了一个 可能2010年以后出现像瓦格纳这样的一批 所谓的雇佣兵组织 或者说军事承包商 除了瓦格纳之外 俄罗斯应该有三四十个类似的一些组织 当然瓦格纳可能是规模最大的 这是它的一个历史性的原因 沙老师你对这块你有什么补充的吗 因为前面留意讲的也比较完整了 就是只有一点瓦格纳集团 它在俄乌战争正式爆发之后 它的一个性质本身 就是说是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就是说在此之前的话 它更多是一个招收一些俄罗斯的退役军警 然后加入 甚至包括一些中亚国家的一些退伍的 这种军事人员去加入的这样一个组织 但是在22年之后的话 随着战争规模的加剧 就是说是它更多成为了一个 分担俄军伤亡的这样一个角色 其实大家也可能在新闻里也看到了 就是现在的瓦格纳集团的话 它的人数可能超过了5万人 但这种膨胀 其实很大一程度上 就是在去年这一年发生的 就是说大量的人员 都是所谓的这种重刑犯 通过一些赦免罪犯的方式 就是招募了一大堆这种炮灰 然后去填补就是说战线上的这种需求 而且让他们去驱使他们去从事一些 比如说高伤亡的这样一种战线 这一点的话 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也是要弥补一个 现在俄罗斯他自己兵员 或者征兵的这样一种矛盾性的这种地方 因为为了维持这种战争的继续 就是说他必须要维持一个一定规模的这种常备军 尤其是他的陆军 但是俄罗斯现在的他这种征召体系本身的话 如果大规模的在城市地区征召所谓的兵源的话 某种程度来说 又会激发社会的这种不稳定性 所以说某种程度来说 我们也可以看到 去年这一年俄罗斯的他所谓的征召的这种兵做的方式 他不是一个各地区平均式的这种征召 他往往是在一些边疆区 甚至是在一些少数民族的聚集区 他的征兵比例是非常高的 反而是在莫斯科 蒙古人 对蒙古人 反而是在莫斯科或者圣彼得堡 这些大城市 征兵率相对来说比较低 因为某种程度来说 他觉得如果他大城市在进行同样平均式的这种征兵的话 某种程度来说会引发更大的这种社会的这种不稳定性 但是在这个时候 就是说是瓦格纳的通过他的方式 通过大量的征召这种罪犯重刑犯 他作为炮火这种方式嘛 某种程度来说可以填补这种兵员 而且把他们驱使到一些高伤亡的这种战线上去呢 又能够在账面上面去削减 俄罗斯正国军的这种伤亡的这种人数 因为瓦格纳集团 他的伤亡人数本身的话 某种程度来说是一笔糊涂帐 也是不会被记录在正规的 就是俄军的这种阵亡名单当中的 所以说 所以在数目字上 玩了这种小的这种技术手段 能够降低对俄罗斯 他这种城市阶层 或者中产阶级 或者这种市民阶级的 他的这种影响 尽可能的让这个社会 尤其是他的一些大都市生活 处于一种可忍受的这种状态 而不会激发起更进一步的这种民变 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22年整个俄乌战争升级以后 或者爆发之后 瓦格纳的他有一种从事方式 也发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而且有一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说 虽然俄乌的这种战争 就是局势这么紧张 但是瓦格纳在非洲的势力 一点没有减少 我看过一些相关的机构的一些预估 就是说他觉得 瓦格纳现在在非洲的兵力 可能也不会小于两万人 也有一万多人的这样一种规模 当然其中有很多所谓的黑流俄罗斯人 就是他在当地征召的这些 黑人的一些武装 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俄罗斯的 或者俄罗斯族为代表的这批 他的一些主力的一些骨干 还是存在的 神术还是相当庞大的 所以当时很多人就会有疑问 既然你在非洲有这么庞大的武装 为什么不把这些人送到乌克兰战场去呢 但是不可能 就是说从瓦格纳自己角度来说的话 我在非洲打打这种土著武装 这种散臂游泳 轻轻松松就把钱赚了 而且是直接的回报是黄金 是钻石 那我怎么可能去放着这种轻松的事情 不是跑到乌冬去给你打 这种血腥的阵地战呢 而且我死了之后 我还拿不到黄金 拿不到美元 你只能发我卢布的吧 这个我肯定是不要的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你就可以解释就是瓦格纳本身 他的一种机制 他在乌冬的这种通过大量的征召 这种重刑犯去送去当炮灰 同时呢又是在非洲地区 维持了相当大的这种军事存在 来继续做他的采矿生意 这也能看出来瓦格纳他这种机制 在最近这一两年之中 他发生了一种蜕变吧 就是说他已经完全不在想象中的 一个为沙皇单纯驱使的哥萨克了 他已经开始有自己的算盘了 掌乐早知道 特别急 上线了 由华泰国际出品 JustPod 制作发行 每月一期 为你解读美联储加息背后的逻辑和影响 人工智能和芯片的行业格局 和前沿进展 欢迎在各大平台搜索并订阅 掌乐早知道 而且当我们提到雇佣兵的时候 当然瓦格纳现在最近几个月 是新闻里面可能占据头版的 但其实你看俄乌战争当中 其实乌克兰方面也有很多雇佣军的成员 他那可能是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一个国际军团 应该也是乌克兰政府设立的 他的官方名字叫什么 乌克兰领土防卫国际军团 他给他把它定义为这种国际志愿军 对志愿军 应该也是拿工资的 有啊 我看里面还有车臣士兵 这一样的有什么杜达耶夫营 对啊 曼苏尔营 车臣人其实在这个俄乌双方的话 这很像这个德意志人啊 就是在哪都有他 如果我们提到雇佣兵这个事情啊 在整个20世纪 因为我之前看到过一组数据啊 就是尤其在冷战结束以后 这个雇佣军组织或者这种PMC 军事承包商 或者军事外包商啊 这样的一些带有私营性质的一些武装力量 在全世界的作战当中 其实战的比例比我们想象中的 其实要高得多 而且不光是俄罗斯 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些私营的武装力量 比如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军队的美军里面 美军有大量的军事承包商 或者他们的合同承包商参与了 历次的从海湾战争 一直到伊拉克战争 一直到阿富汗战争 都有大量的这些人员 而且这些人员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91年海湾战争的时候 好像美国的官方的部队和私营 武装人员的比例应该是10比1 那么到03年以后 这些比例是逐渐抬升 有大量的活 其实是给了这些所谓的 合同承包商的人员来进行 你比如说部队的这些后勤 武装维护 还有一些运输 就是这方面的话 因为我知道沙老师 你写过这方面的相应的一些研究 你能来给大家讲一讲吗 因为讲到美军的私人军事公司 其实最有名的就是所谓鼎鼎大名 或者是恶名昭著的黑水公司 Blackwater 就是说它基本上成立的 于是95年左右 因为95年的时候 它的成立其实有这么个背景 其实跟冷战结束也是有关系的 因为冷战结束之后 就是对于当时的美国人来说 或当时的美军来说 他会觉得最大的敌人已经倒下了 所以说对他来说 他存在一个马放南山的这样一种阶段 就是说我们可以放下手中的枪 歇口气了 我们没有必要这么维持一个 这么庞大的这种部队在了 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它是会有一轮新的这种裁军 或者是部队规模的一些缩减的 这样一种工作 其实也不光是军队 在情报系统也是一样的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 就是说当时的美军 就是他也有些业务 就是说是他觉得他可以通过 委托给这种民间机构的这种方式 压缩成本 然后缩减他的人员 所以说黑水公司 其实在1995年成立的时候 其实就是运营这样一个趋势 但是我们后面也都知道了 因为就是说是有所谓的911之后 整个战争的形势 再次烽火燃起 然后黑水公司也是趁着 就是说911之后 对阿富汗的战争 对伊拉克的战争 然后吃到了最大的红利 可以举个例子 就是说是在2005年到2007年 2008年这样一个时间段 是黑水公司 它的一个业务的一个最高峰 当时的话就是它同时可以向全球十几个国家 就是派遣几千名提供军事服务的这种雇员 而且当时黑水公司的 它自己还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人才库 我打个引号人才库 里面大概有五六万名这种退伍的这种军警 甚至是特种部队的这种人才 它说号称是可以随时调动的 就我的人才库有五六万人的 随时可以签约 根据你的需求 我们来定制你的服务团队 实际上面的话 就是说是在整个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期间 就是有超过二十万名的这种 私人军事公司的雇员 就是跟着美军一起东征西讨 所以说是这样一种状态 然后到了美国正式宣布 从伊拉克撤军的前夕 当地的美军的人数 其实与私人军事公司的雇员的人员比 其实已经是一比一了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就是你称之为所谓的外包战争 就是说是完全不为过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有指标性意义的是 在2013年初的时候 当时美军在阿富汗部署的私人军事雇员 已经超过了十万人 接近十一万人 这一个数字意味着 在当地的私人军事公司的雇员 它人数是第一次超过了 在当地的正规美军的人数量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就是说经过了十几年 美国人就是把一场反恐战争 打成了一场外包战争 这是一个比较鲜明的这种特色 而且实际上面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甚至美国官方的一些安保工作 往往没有交给军队 反而是交给了所谓的PMC 就是私人军事公司 就比如说美国国务院 他们在阿富汗 在伊拉克 他们的大使馆人员的一些安保工作 很多时候都是交给 所谓像黑水这样的这种 所谓的军事私人公司来做的 而不是由美军来直接负责的 理由上来说呢 就是说效率更高的 然后的话 我们国务院直接可以跟公司 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 就是反而可能某种程度来说 比这种官僚机构之间 互相扯皮的效率要高的 所以说国务院 宁愿去找那个安保公司 来提供安保服务 然后大概是在2011年的时候 兰德公司 他们的研究人员 曾经写过一本 蛮有意思的书 就是讲述 就是说这些私人军事公司 就是如何参与美军的 各种各样作战行动 当那个书的名字非常有意思 中文可以翻成叫 可以雇佣的胜利 The Victory for High 很有意思的一本书 所以说从这道德来说 你可以看出来 在冷战后吧 最近这几十年 以美军为代表的 而实际上人数最多 最强大的这样一个武装力量 他也是深深依赖的 所谓的这种 私人的军事承包商 或私人的军事公司 来提供相关的服务 所以说这种关系 某种程度来说 也是影响到了一个全世界 就是说像瓦格纳 这种集团本身的话 至少在形式上面 也是想效仿这种 前功的案例 或者美国人 这种成功的案例 所以说从这角度来看的话 整个冷战之后的 这样一个世界 是私人军事武装力量的 或者私营军事公司的 它这种发挥的作用 某种程度来说 可能是超出常人的想象的 而且黑水出名 当然跟当年的虐秋门 是捆绑在一起的 所以他当时 我觉得在中国人眼里 从一开始 就是一个非常负面的 这样的一个组织 非常邪恶 他那个创始人 好像是海豹部队的 一个背景 对的 他的创始人 名字叫埃里克普林斯 然后他原来是海豹的 这种退伍的这种特种兵 他创建之后 实际上面 在伊拉克战争中 吃到了自己的红利 但是呢 就是跟前面提到的 就是因为当时 在2003年的时候 当时黑水公司 就已经牵涉进了 所谓的这种 虐秋门的这种事件 然后在07年 08年的时候 当时黑水公司的 这种保安部队 就说是在保护 美国国务院的车队的时候 就是在 伊拉克的闹事的人群 当中的激火射击 当时导致了几十名 平民的这种死伤 也是提醒一下 就是保护美国国务院的车队 而且实际上面 你会发现 就是说对于美金来说 他真的要像黑水这样 敢于亮剑开枪 也是 顾忌还是很大的 尤其对普通的美国大兵来说 他觉得就 我万一惹了事了 做好吃不了兜兜走 但是反而黑水公司 相对来说 就他的这种顾忌比较少 以至于造成了 比较大的这种 负面的舆情事件 而且除此之外 就是黑水公司 他作为一个军事承包公司 实际上面 也被很多人指摘 或者是怀疑他 通过自己的一些渠道 可能像一些 中东的一些武器 黑市 就是供货 这种传闻也是存在的 所以说 埃里克普林斯 曾经也被叫到 美国国会去坐证 然后接受 美国国会的这种调查 而且实际上面 黑水公司 他的说法是 普林斯在媒体 在国会接受质询的时候 其实也一再的强调 就是黑水公司 不是雇佣兵 对吧 就是说是 我们是平民的爱国者 但是这套说辞 你现在去看瓦格尔娜的话 也是这么说的 其实都是很像的 普林斯是在2009年的时候 他等于是把公司给卖掉了 他自己人是跑去了中东 去了那个阿卜扎比 去阿卜扎比 后面他是做那种物流行业 他去做运输物流去了 然后到了13年的时候 他写过了一本回忆录 这本回忆录 就是为他自己和黑水公司 做了一次辩护吧 他那个书的名字 就非常有意思 而且还有中文版 大家可以去搜搜看 中文版的一名叫 《阴影中的军队》 黑水公司和他的 打破壶平民勇士 这本书本身的话 也引发了很多这种争议 和讨论吧 但是随之而来的 国际层面上面 对这种私人军事武装 或者私人私营的 这种军事承包商 到底怎么定义 其实也引发了 很多这种讨论 就是他们这批人 到底算不算雇佣军 是不是要被追究 相关的这种法律责任 或者这种国际道德 这种义务 其实这种争议 还是很多的 是不是过去的 一直的说法是觉得 雇佣军是不受 日内瓦公约保护的 对的 日内瓦公约 其实对雇佣军 还是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这种定义 就是说 凡是被认定为 雇佣军的话 基本上是不受 日内瓦公约保护的 就是说是 随时呆了就可以毙了 就是基本上是 这种状态 但前些年不是 也有过关于 私营公司的 这些法律层面上的 一些讨论吗 当时就是有过一些 类似的国际公约的 一些重新讨论 因为当时的话 就是随着 尤其是黑水公司 这类公司崛起之后了 就是随之导致的 这种私营军事武装 私营军事企业 造成了一些 疑似的这种战争罪 或者是一些 被认为是 这种非法的这种行为 也越来越多 所以说当时 大概也就是在 1415年左右吧 当时联合国 就是说是 委托国际红十字会 他出过一份 相关的一些文件 当时称之为 叫所谓的 私营安保公司 国际行为守则 或者准则 也被称为 所谓的蒙特勒文件 然后这个嫌疑 是针对 那个冲突双方的 就是各国家 以及参与 那个冲突的 私营军事公司 所要履行的 国际法的义务 进行了相关的一些规定 阻止了 当然就是所谓 要避免反人道的 这种暴力行为 这一份文件 更多是类似于 一个国际公约式的 这样一个文件吧 到目前为止 大概有 五六十个国家 和两三个国际组织 是宣布加入 这样一个协议 但是呢 这个协议本身 更多是一种 君子协议吧 他这个 这些文件本身 它是没有一个 强制的法律 也属立的 我也是看到过 就是当时的联合国 就人权理事会 其实就雇佣军问题 其实也产生过一些讨论 当时人权理事会 有一个比较 无奈的认知吧 大致的说法 就是说 他认为就是 我们在讨论 门特勒文件的时候 就是有的国家 是反对制定 任何与 私人军事公司 有关的 国际意义上的 这种法律框架 有的国家 是希望建立一个 具有约束力的 国际公约 来应对这样一个现象 而有的国家 又希望严格区分 所谓的雇佣军 和私营军事公司 但是有的国家 则是完全把他们 看作是一回事了 最后的结果 就是产生了一个 非强制约束力的 这样一个 所谓的门特勒文件 就是希望各国家 能够签署加入 就基本上是 在一个状态 但是雇佣军 这个问题本身 实际上面是一个 历史悠久的事情 虽然我们前面 讲了很多 瓦格纳也好 黑水也好 或者是冷战以后的 这种私人军事公司也好 但实际上来说 雇佣军这个东西 历史太悠久了 就是人类历史有多长 雇佣军的历史就有多长 但不是一个新鲜事物 对 刘仪可以来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块应该 尤其在欧洲历史上 这个被记录的 雇佣军的历史 应该非常的悠久 而且应该中间的历史 我感觉是没有 完全没有断过的 我是先顺着 沙老师刚聊到的 这个问题 就补充几句 就是雇佣军 包括私人安保组织 在今天的世界上 能够存在 甚至规模发展的 越来越大的 就是很重要的原因是 这样一个灰色地带的存在 可以同时规避 国际和国内的法律义务 就国际法义务 就是刚刚沙老师提到的 比如说这个 现行的国际战争规则 对待俘虏的这种待遇 包括就是说 这些私营安保企业和雇佣兵 实际上就很大程度上是 介入了很多地区的内战和治安战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说如果你用正规部队 去执行这种任务的话 有很多国际法义务 你要遵守 给他造成了很多的限制 但是你用这种 灰色地带的私营武装 去干这件事情 你可以不必履行这些义务 非强制性履行 另一点就是 他把国内的法律义务 也给规避了 典型的就是说 美国在 无论是阿富汗还是伊拉克 因为尤其是 就是奥巴马上台的时候 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 很重要的政治主张 或者说是政治口号 就是就我要解决 不时发动的战争 就是他是对于撤军问题 做出了承诺的 但是与此同时 他又不愿意放弃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 已经建立的这种影响力 那怎么办 实际上就是 在总统的合法权限内 他必须把正规军撤回来 至少是一部分一部分的撤回来 但是同时他不想放弃 在当地已经建立的这种影响力和存在感 那么就把它转交给不需要国会批准 甚至于也不需要总统留下字面的文件 或者签名的这样一些私营武装和私营企业 而且我觉得就说 这里面还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就是美国的那种旋转门机制 就是他在政府机构 包括军队正规军和私营企业之间 在身份背景和人事关系上 可以无缝衔接的这种旋转门机制 就是我是一个现役的中高级军官 我在退出现役之后 我可以到私人安保公司去服务 就一定程度上是 我从甲方变成了乙方嘛 但是其实我是干的同样的事 甚至于就说 我变成乙方之后 我去承接一些风险更高的订单 我挣的比以前多很多 就是这种旋转门机制 一定程度上 就也是私营安保公司 能够持续存在 并且蓬勃生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瓦格纳的这种存在机理 一定程度上 也跟美国的这个旋转门很像嘛 就像基米特里乌特金这种人 就过去我是俄罗斯正规军的 这么一个 或者说是军事情报机关的 这么一个成员 我名义上离开那个机构之后 我到了一个像瓦格纳这样的 私人军事团体 我的无论是个人影响力 还是获得的这种经济收益 都变得更大了 而说回到雇佣兵的这个历史 其实就我在看到瓦格纳的 这次兵变行动之后 我就突然想到 就人类历史早期 最著名的雇佣兵参与的行动 其实就跟这个非常像 就是瑟诺芬的远征记 就是瑟诺芬 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 他的远征记 就是讲了这么一件事 波斯皇帝大刘士二世死了 波斯爆发了宫廷夺位之争 然后大刘士二世的小儿子 小居鲁士在希腊招募了 斯诺芬他们这群人 招募了一群希腊雇佣兵 到波斯去参与夺位之争 最后就是仗打败了 小居鲁士死了 但是这些希腊人就是不愿返回祖国 他们开始探索说 虽然我们之前为小居鲁士这个监主服务 但是现在就监主死了 那我们这些人 有没有可能在波斯建立自己的政权 当然最后也没成功 不过这个其实就说明 从古希腊时代 斯洛芬苏格拉底的那个时代 这种为了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在异国他乡的领土上 服务的这些外籍雇佣兵组织 其实就希望去获得或者建立自己的政治正当性 而反过来讲就说 我觉得追溯雇佣兵的历史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为什么我前面一直提到说 像瓦格纳的这种雇佣兵组织 在俄罗斯的诞生 是跟最近二十几年 俄罗斯整个国家机器的变化 跟他的最高权力的这种私人化的倾向 结合在一起的呢 因为其实从古至今 你都可以看出这种趋势 就是雇佣兵这个组织 尤其是他最盛行的那些时期 几乎都跟最高权力的存在模式 以及当时的那种社会形态发生的变革 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最典型的 希腊罗马时代的雇佣兵怎么产生的 其实就是因为城邦国家 让他的公民去履行保卫城邦的义务 但是第一公民的数量不多 就公民兵的数量本身也少 而希腊罗马时代的公民兵 去参加城邦的军队的时候 是要自己承担购买装备 武器盔甲的这种任务的 实际上这又意味着说 就是在公民当中 又只有比较富裕的这些公民 能够买得起比较好的这种装备 包括由他们组织起来的军队 能够有比较强大的战斗力 而且公民军队有一个特点 公民军队你很难说服他们 到外邦去参加远征 因为公民军队的存在 本身是为了保护城邦的安危 但是在城邦本身 没有受到入侵的情况之下 你要动员公民军队 去进行对外征服 第一合法性不足 第二没有这么多资源 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 雇佣兵这个武装形式 尤其是异族或者外邦的 这种雇佣兵 实际上在希腊罗马城邦时代 就作为公民军队的一个补充物 尤其是在像 勃罗奔尼萨战争这样 非常复杂的城邦的 结盟和背叛 持续不断的发生 整个政治局面 非常混沌的情况之下 为了履行在海外去 维护那些大的城邦的 海外利益的这样一种任务 开始有了雇佣兵这种情况 包括到了这种罗马时代 哪怕是在罗马帝国建立之后 就实际上罗马帝国在他的边疆省份 进行的这种军事征服 包括随后的管理 也要通过这种日尔万蛮族的这些附庸 通过这些实际上的雇佣兵去进行 这是一个一定程度上 你可以认为 就是说希腊罗马时代的雇佣兵 是因为奉行比较共和制 而且是精英共和制的这样一种传统城邦 他无法应对扩张之后的海外利益和海外义务 为了弥补这个体制缺陷 他去建立雇佣兵 把雇佣兵作为这种军事力量 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反过来 雇佣兵他在站稳了脚跟 在通过军事征伐 积累起了威望 甚至积累起了一定的地盘之后 他就开始反噬 我前面说到的这种 从城邦时代建立起来的共和体制 所以西罗马帝国就灭亡了 就被日尔曼人给灭掉了 而反过来 东罗马帝国 尤其是当东罗马帝国变得日裔 安纳托利亚化之后 出现了新的问题 就是最高权力的传承问题 在东罗马或者说是拜占庭时代 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东罗马帝国就是历史上 差不多有一百多位皇帝吧 就是实际上是 他的最高权力的传承非常混乱 既有父子之间的正常的传承 又有外戚和联姻产生的这种 清贵集团去卷入最高权力的争夺 就包括还有派驻在帝国边疆的这些军事总督 去参与最高权力的争夺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最高权力的执掌者 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 就又开始在帝国的正常军事系统之外 去建立对抗首都周边禁军的这个精英雇佣兵组织 像拜占庭时代 很著名的精英雇佣兵组织 就是所谓的瓦兰籍卫队 瓦兰籍就是瓦良格人 其实就是瓦良格人中的一只 就是今天的俄罗斯人的祖先罗斯人 所以你可以说就是俄罗斯的历史渊源 就跟雇佣兵联系在一起 包括你其实就是说 在当时的最高权力的传承 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秩序 或者说是争夺很激烈的那些地方 都出现了跟瓦良格卫队 类似的这种雇佣兵组织 比如阿拉伯世界著名的马穆鲁克 又比如说是在这个奥斯曼帝国时代 也有用库尔德人来充当苏丹的精英卫队的 这样一种传统 而反过来就说 雇佣兵这个组织在中世纪以后 一个很重要的复兴是在意大利 差不多就是从14世纪左右开始 在意大利就迎来了一波非常重要的 雇佣兵的复兴 而这个复兴的背景其实是 又是跟当时意大利特定的这个 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背景联系在一块的 就是意大利的这些城邦 它是依靠贸易而致富 但是依靠贸易而致富了之后 这些城邦的居民实际上是 不愿意去履行所谓的国防义务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说 在我的社会结构里面 没有人愿意去履行国防义务 但是我又有很多钱 而有钱 但是军事实力贫弱的这种状况 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就是在中世纪中后期的意大利 就出现了雇佣兵盛行的这种状况 尤其就是在十字军东征结束之后 实际上是留下了大量的依靠 拥有像重甲骑兵 拥有盔甲刀剑马匹 掌握了一定的军事经验和军事技能的 这样一些破落骑士 在整个欧洲的范围内是非常多的 所以就是在中世纪的中后期 有大量来自德意志地区和法国的这些 破落骑士到意大利去当雇佣兵 参与意大利的城邦之间的战争 包括跟奥斯曼军队之间的战争 但是就是包括在当时 就是还有著名的雇佣兵组织 瑞士长乡兵 这种情况就是差不多要一直持续到 十六十七世纪 就是马基亚维利写过一本很著名的书嘛 The Art of War 有翻译成战争艺术或者用兵之道的 可能在一些英文的文献里 有人还会把它跟孙子兵法混淆嘛 马基亚维利在那个书里边 其实就痛批当时佛罗伦萨 还有意大利很多城邦 就是使用雇佣兵的这样一种传统 就呼吁说要复兴罗马的公民兵传统 马基亚维利为什么要提这个点呢 首先是因为就是在马基亚维利活跃的那个时期 差不多十六世纪初就是火器已经开始出现了 火器实际上是对中世纪以来的骑士传统 包括过去依赖重甲骑兵和长枪兵的这种欧洲雇佣军 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马基亚维利那个用兵之道这个书里面还提到了这一点 在骑士战争的时代 像马匹盔甲长矛刀剑就这样一些东西 你不需要一个很严密的组织结构 你就能掌握 个人勇武和技能是特别重要的 包括就是在意大利的雇佣兵的盛行的时期 战斗技能非常强的这种雇佣兵 其实他们这些团体是很小的 基本上就是几百人 就可以成为一个相当不错的雇佣兵的组织 而且就是他们的这个模式 其实就是很像黑社会收保护费 就是他们这些破落歧视组成的雇佣兵组织 会让他们的这个头在各个城邦之间游走 就是询问各个城邦的领主说 谁要获得安全保护 或者说我知道你跟另一个城邦之间有争执 你想不想去攻打他 我们为你提供这个战争服务 这些就不需要很大的一个组织 几百个技能很熟练的人 就可以决定一场小规模的城邦战争的结果 但是火器尤其是大炮出现之后 这个情况其实发生了改变 马基亚维利在那个用兵之道里面 其实就提到了这一点 意思就是说在大炮 尤其是可以精确发射的大炮问世之后 你要维持一个炮兵部队 你需要的各种专业人才 包括由这些专业人才构成的这个组织会变得非常庞大 他不是说你雇佣兵就是这个几十个人 几百个人我就可以组一个雇佣兵了 但是你要维持几十门上百门的这种大炮 然后用大炮这种大威力的火器 尤其是去进行攻势作战的时候 雇佣兵实际上不能胜任这个角色 雇佣兵的组织模式和他们过去的那种战斗经验 不能适应这一点 你必须培养公民军队 而且就是雇佣兵在当时的意大利的城邦战争当中 还暴露出了另外一些问题 就比如说雇佣兵实际上会故意把一场战争拖得特别长 因为雇佣兵是领月薪甚至日薪的 所以就是在当时的城邦战争当中有一个特点 就是基本上每年到了冬天就不怎么接着往下打了 尤其是雇佣兵其实好多时候愿意在秋天去接打仗的任务 因为只要把这个战拖到冬天 只要冬天双方陷入僵持状态 我又可以领一个冬天的工资 所以就是从意大利的城邦战争开始 到后来的那个德意志30年战争 就是参与这些作战的雇佣兵 都会努力在秋天去接任务 把战争拖到第二年的春天 这样就白领一个冬天的工资 这个实际上对当时的意大利城邦 包括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这个皇帝 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财政负担 另外就是雇佣兵军纪也非常差 可以非常轻易的在不同的阵营之间转换立场 他是没有忠诚度可言的 比如说30年战争期间 神圣罗马帝国阵营这一边 就是神圣罗马军队帝国的统帅 华伦斯坦就是非常有名的雇佣兵头子 其实就是在各个阵营之间游走 应该说就是在意大利战争的后期 差不多就是15世纪末的时候 雇佣兵衰落的这种趋势已经给显现出来 专制帝王开始去建立忠诚于专制君主的 比较庞大的常备军 用他来替代像意大利的用兵队长 像瑞士长枪兵这样的雇佣军 只不过是在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地区 30年战争的爆发 以及随后在德意志腹地 这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部落 包括神圣罗马帝国 名存实亡的皇帝之间 进行了这些分裂的王朝战争 让各种雇佣兵团体和组织 他们的寿命往后又延了一百多年 一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英国其实为了弥补他去 在北美殖民地进行战争的 这个兵源数量的不足 还使用了大量的黑森雇佣兵 所以在涉及美国独立战争的 很多历史文献 包括民谣和绘画当中 黑森雇佣兵都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角色 但是差不多到了法国革命战争 和拿破仑战争爆发之后 就是雇佣兵这种东西 就一下子就消失了 或者说是他的衰亡 他的丧钟终于被拿破仑战争给吹响了 因为在拿破仑战争当中 实际上是第一次出现了 基于民族主义的这种口号和机制 来进行动员的这样一个模式 就是在过去 哪怕是专制帝王建立了强大的常备军 你想菲特列二世的那个常备军 也就是差不多七八万人 在18世纪后期专制王朝的战争当中 你能够有个十几万人的这个部队 有十几万人的常备军 这规模已经很大了 但是到了拿破仑战争时期 基于民族国家的这种意识形态和动员模式 发展起来的这种国民军 一下子能够达到上百万人的规模 这个就非常吓人了 就是他把过去雇佣兵 基于那种比较松散的社会组织 君主和他的领主 还有他的民众之间 这种关系非常松散 包括骑士时代末期 几百个上千个拥有特定的冷兵器作战经验和技能的熟练军事人员 可以打赢一场战争 这种情况变得完全不合理了 完全不可能了 像奥斯特里茨像华铁卢那样的 大量使用火炮 包括大量使用多兵种配合作战的那种战场模式 在这种模式之下 就是几千个雇佣兵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所以差不多从拿破仑战争开始 非常雇佣兵活跃的这种情况 就差不多是终结了有一百多年的时间 他们真正的复活 很大程度上是到了二战结束之后 是随着英美包括欧洲的一些国家 他们在东南亚和非洲进行的 无论是反对独立运动的这种 治安战还是美国后来在东南亚 包括英国在马来西亚 美国在越南 在老挝柬埔寨 进行的这样一些特种战争 实际上就是一定程度上使 非正规或者半正规的雇佣兵私人武装 这些东西重新复活了 而他们的复活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 二战造成的军事革命 尤其是像直升机的发明 像通讯手段的这种健全 包括就是说这个像越野车辆 像运输机这样一些装备 它能够集成到了一起 使得一小股能够掌握这些 先进的通讯手段交通工具 包括能够突破空间限制的 这样一种小规模精英部队 在战场上重新有用武之地了 这种情况再跟美国在越南进行的 这种最初不希望政府公开介入 这种特种战争的模式结合在一起 才造成了雇佣兵的重新复兴 包括你去看那个福塞斯的小说 尤其是像战争盟犬 就是在1960年代的刚果所进行的 跟民族主义武装和当地部落民兵 欧洲的这些雇佣兵 掺和在他们中间进行的这种混战 就几乎就又重新变成了 意大利雇佣兵队长的那种模式 几百名甚至几十名 规模非常小 但是掌握了除了有一部分这个轻武器 包括有一部分火炮 再加上越野车辆和空中配合 无论是空中侦察还是空中运输 这样一些手段集成在一起 可以打败一支规模比较大的 但是没有经过充分训练的当地人武装 就我以前写过一个文章嘛 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这个人也在福塞斯的那个小说 《战争盟泉》里面曾经出现过 这个人叫伯布德纳尔 是法国的一个雇佣兵头子 这个人就是在1960年代的刚果 曾经非常活跃 后来他跑到了马达加斯加旁边的 一个很小的很不发达的岛国 叫科莫罗群岛 科莫罗群岛从他 我印象中是1960年代独立 之后的30多年里 经历了7次宫廷政变 就是最高权力不断的 非常血腥的 不断的发生突变和更迭 伯布德纳尔个人策划和参与了 其中的好像是5次 也就是说在科莫罗群岛 这样一个经济极度不发达 正规武装力量 很小的这样一些地区 像伯布德纳尔这样一个有经验 包括在法国政府和法国军队里面 有人脉能够集结起一股很小的 就伯布德纳尔发动这些 政变的武装力量特别小 就是几十个有经验的雇佣军 就能在科莫罗群岛这种 极不发达的小国发动一场政变 夺取他的最高权力 然后把最高权力移交给他的雇主 类似的情况其实就是 美国试图在越南进行的 也是这种类型的战争 就是一支很小的 依靠直升机 比较轻的武力 但是具有高机动性的特种部队 然后配合大量的战斗力低下的 南越正规军 试图去保住这个南越共和国 就是雇佣兵的 在冷战结束之前的这一波复兴 我觉得其实就跟二战之后 尤其是在越南和非洲的战场上 所进行的这种非正规战争 或者说是特种战争 绝对是密不可分的 我可以补充一点就是前面提到了刘一 讲得很清楚就是整个雇佣军历史的兴衰过程 其实有一些极为个别的例外 最典型的两个例子 或者大家都很熟悉的两个例子 就是一个是宗座的瑞士卫队的 这一支武装力量到现在为止还是在运作当中 梵蒂冈 但是从性质上来说 他其实就是一支雇佣军 只不过就是说他是宗座的雇佣军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 他现在还是梵蒂冈的最重要的一个安保 或者是一个保卫的这样一个力量 然后另外一支的话 其实是有国家背书的雇佣军 就是法兰西外籍军团 法国外籍军团 当然了就是在西班牙 其实也有他自己的所谓的外籍军团 但是最有名的还是法国的外籍军团 前面刘一提到了就是在中南半岛 或者是在越南 就是说东南亚进行的这些所谓的特种战争 当时发挥的作用 就是雇佣军的这种形式 在这个地方得以施展 实际上我可以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史料 就是说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也是一愣一愣的 就是在1950年的7月份的时候 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 曾经委托周恩来总理 向越南的胡志明主席 就是写过一份电报 大概的内容可以给大家读一下 这个电报的现在给他的标题是 关于苏联询问德国战俘情况 给胡志明的电报 1950年7月25日 电报证文如下 胡志明主席苏联驻华大使 托我代为询问 现在越南之200名德国战俘 他们细于何时 及怎样被越南人民军所俘虏 他们的成分及政治情况如何 你们对于遣送他们 经中国苏联返回东德的意见如何 请查门电告 周恩来 7月25日 以上是那个电报的全文 所以当时我一看的时候觉得 在越南解放军怎么俘虏200多个 那个德国战俘 这是从哪来的 后来我一想 那肯定是法国的外籍军团 所以说这也是说明了 在当时的那个 整个一个战争过程当中 这样一个比例有多高的 外籍军团当时在里面 就发挥的作用有多大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侧面的材料 也印证一下当时像法国政府 他当时如何就是把大量的外籍军团 或者实质上的就是雇工军 就投放于类似于像越南这样的战场 而且法兰西外籍军团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保卫 法国在海外的殖民地 这是它的最重要的功能 包括到现在为止 无论是在非洲 还是在一些中南美地区 加勒比地区 都是那个外籍军团 最主要的这种住房地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 就是在印证一下 前面刘一提到的 就是在整个一个二战之后 冷战期间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雇工军他等于是以这种形式 继续存活或者存续下来的 不过法国的外籍兵团 它的性质应该还更特殊一点 它其实算是法国的正规军的一部分 只不过它确实是合同兵 它应该不属于之前我们提过 日内瓦条约里面 所讲的那一类的雇佣兵部队 但是有一点就是要说一下 就是日内瓦条约里面 对雇佣兵的那个定义 非常的严苛 它一共列了大概六七个条件 就是你要完全符合这六七个条件 才能被认定是所谓的雇佣军 不享受那个日内瓦 雇佣兵的条约的保护 实际上面某种程度来说 不属于交战国吗 对不属于交战国吗 就是很多 然后你必须是为了你的私利 去从事这种军事活动 等等等等 列了一大堆 但是就是你真的要完全套上去 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在制定当时的 其实也是考虑到 类似于存在像法兰西啊 就是外籍军团这样的这种形式 但是他的最早的缘起 其实就是雇佣军嘛 这个也毋庸慧言 只不过到现在为止 他现在说 我们换了新的马甲 我们有国家背书了 你就不能这么认定我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就回到我们前面节目 最早聊的这个话题 其实包括像瓦格纳也好 还是像那个黑水也好 其实他们的所谓的创始人啊 或者是他们的化始人啊 其实在很多场合里面 其实也是做出这种表述嘛 我们不是雇佣军的啊 我们是为国效力的 只不过我们是民间的角度 在为国效力 这个角度上来说 其实跟法兰西外籍军团 我只能说 只不过就是说有一个 这个就看你是不是有国家 这个是帮你背书嘛 已经体制化了的 这样的组织 因为刚刚刘仪提到 从整个古典时代 对吧 一直到拿破仑战争 这个雇佣兵的历史 就一直没有中断过 但是拿破仑战争之后 整个19世纪 其实雇佣兵进入到一个 示威的阶段啊 可能一直要到二战结束之后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地方 是例外的 那中国对吧 太平天国战争 这个发生在 杨强队 就是华尔 对吧 白奇文 戈登 刚刚那个沙老师提到 就是法国在中南半岛 1940年代末期 一直到电编斧之一的 这个阶段 中间曾经有这个 前纳粹德国的这些士兵 在法军当中参战 其实在国共内战期间 就国民党阵营那一方 也曾经招募了 对 招募了旧日军的这些将校嘛 组建所谓的白团嘛 包括那个日本记者 野岛刚还写了一本 最后的帝国军人嘛 就是讲这一段 当时蒋介石 就退去台湾之后啊 还是延续这样 白团的这样一个组织吧 而且当时给的 开的薪水是非常非常高的 当中最有名的一个案例 就是当时曾经是担任过 就是满满驻屯军的那个司令丸 跟本博嘛 当时他是被老蒋 这重金啊 礼聘的 而且当时还是瞒着那个GHQ啊 就是自己偷渡去了那个 那个中国台湾 当时他也是被送到了那个金盟的啊 就是说担任那个 所谓的一些军事上的一些顾问啊 然后这哥们就说是 在金盟战役之后 自吹自擂 说是我指挥国军 打了这一只包的 其实不光是白团了 在北洋时期 对吧 张宗昌部队里面 不是有一个旅的白鹅兵吗 这都是吃了二月革命 十月革命的红利 我自己当年去那个敦煌 看墨高窟 然后看完之后 当地的人告诉我 附近还除了千佛洞 墨高窟以外 还有个西千佛洞 在一个地下的裂谷里面 我就跟当时的同伴一起去了 那个西千佛洞 是一个裂谷 在地下 那里面也有石窟 但是我当时看那个石窟的时候 只有一个穿着迷彩服的一个老头 在那看着那个地方啊 然后我参观那个石窟的时候 发现那个石窟被熏的 整个墙都被熏黑了 我说这怎么熏黑的 他说以前这边有 大概一个营的白鹅兵 在这边住着 把这做厨房 所以把这熏黑了 这应该是从新疆 或者蒙古那个方向进来的 一批人被安置在那 这是那个盛世财找来的吗 那个刘一 最后你来讲一个 这个郭文宾复活时代 对吧 跟这个冷战前线 跟台湾的这个故事 其实我刚就前面提到了嘛 就是雇佣兵或者说 处于灰色地带之间的这种 表面上是私营的武装团体的出现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规避 国际法和国内法上的一些义务 而反过来就是 当时在台湾的CIA 就是希望通过 已经退守到台湾去的 国民党政权来搜集 跟中国大陆有关的情报 但是问题就是说 无论从国际法还是国内法的角度来说 如果有部署在台湾领土上的美军去直接执行这个任务 就容易在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政权跟美国之间 虽然就是当时双方也没有外交关系 但是美方是不愿意使双方处于一个直接对立的这种状态 尤其是在美国跟苏联之间曾经发生过鲍尔斯事件之后 就是美方不愿意使自己陷入一个在外交上比较被动的状态 所以他的解决方案就是以CIA 以私营公司的形式 在台湾建立了一个机构叫西方公司 这个西方公司的这个实质就是CIA在台湾的代表处 然后再跟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合作 就是让台湾国民党政权的这些现役的飞行员 以民间人的身份 接受CIA提供的使用U-2高空侦察机的培训 再驾驶这些高空侦察机到中国境内去执行战略侦察任务 尤其是针对中国的像工业基地 尤其后来的核武器研发基地 包括中国的导弹部署情况的这样一种侦察 所以就有了这个黑猫中队 当然就是随后也发生了黑猫中队的这个U-2高空侦察机 在中国上空被中方的萨姆二号和红旗二号地对空导弹击落的这些事件 包括这个经过西方公司培训的国民党政权的第一位U-2飞行员陈淮 就在中国大陆上空被击落 就是其实就是中国大陆这边对于这些U-2高空侦察机属于美方 是心知肚明的 当时有一个专门的术语 就是每一次发布像击落U-2这些飞机的新闻 前缀都叫击落一架美智蒋帮高空侦察机 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而就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就西方公司也逐渐撤出台湾 包括就是把郊游培训过的台湾地区的飞行员使用的这些U-2收回 但是当时在美国受训后来驾驶U-2在中国大陆上空执行 侦察任务这些飞行员也有一些就活下来了 包括有一位很有名的叫华锡军 后来他是这个台湾国民党空军以上将身份退役的嘛 就后来他还写了回忆录 可以说是冷战过程当中就跟美国在中南半岛进行这种特种战争 非常类似在中国大陆的海峡两岸之间有美国背景的这样一场 名义上是由西方公司这样一家私营公司雇佣的这些飞行员去执行的侦察任务 当时应该是那个空军的第35中队对吧 黑豹中队 然后34中队是更有名的黑蝙蝠中队 黑蝙蝠就是执行的是针对中国大陆的港口和沿海军事工业基地 这些目标的战术级侦察任务 使用的是P2V嘛 就是用中远程巡逻机改装的这样一些侦察机 所以就是说黑猫中队的这样一些高空侦察机 就是被击落的几乎都是被导弹击中的 而黑蝙蝠中队的这样一些侦察机 因为它执行的是中低空的战术侦察任务 所以往往是被解放军空军的喷气式战斗机击落的 好 那感谢两位 我们今天是借着瓦格纳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 一个介于哥萨克与军事承包商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奇怪的 但是又非常符合俄罗斯这30年国情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组织 在6月对吧 发起的举世震惊的一个事变 对吧 作为一个由头 我们来聊了聊当今世界这种所谓的PMC 军事承包商 军事外包商 或者说就佣兵组织 对吧 从古至今的一个流变以及它在我们今天世界里面的一个存在感 可以看到就是虽然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 它的这个发生的原理发展的一个激励不一样 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这些外包的公司在今天的这些冲突地带 其实承担的作用是越来越显著了 都在急剧的膨胀 前面刘怡也提到了瓦格纳 对吧 从当年的那个14年只有1000人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小团体 到了今天能够去撼动整个一个俄国的政局 或者至少给世界一个震惊 包括像美国的这些军事承包商 它的这种体量上的膨胀 它是一个全球都在联动发生的事情 所以未来可能像这一类的组织 它还是会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当中扮演更多的一些角色 尤其今天也提到的在拉美在非洲的这些国家 对吧 他们可能有的已经变成了一些战争领主 变成一些军阀的这样的一些角色了 它是我们当今世界构成当中一些非常奇怪的 带着一些很灰色阴暗面的这样的一些元素 我们今天就花了一集来聊了聊它 以后的话我们还是会继续关注这个事情的一个发展 如果我们掌握的这些消息 或者说这些事件推进的情节足够丰富 对吧 我们也可能会真的来聊一聊 关于最近这段时间可能俄国国内发生的这些问题 好 那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